文艺作品,影视明星的公众形象是一个时代的反应,也是反应一个民族的精神气质。 这两年一些影视作品,还有一些明星的公众形象,都出现了男子汉的形象,北娘化,追捧小鲜肉,都打扮得像花枝招展,浓墨仲彩,失去了一个时代, 或者是男人应该有的积极向上的阳刚之气,这对青少年的价值取向和一个社会的风尚产生不好的影响。 中国的新时代的青少年,男子汉应该是健康,阳光,向上,具有阳刚之气,奋勇拼搏的男人形象。 所以说呢,现在的影视作品和一些公众明星的一些美娘化,或者是小鲜肉的一些形象,我觉得应该警惕。 大家节目 het